杨颖曾是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与黄晓明的婚姻更是备受瞩目 然而 近期的一系列事件 却令她陷入了事业的低谷 去法国看表演的举动 引发了内娱对她的软风沙 国内大型活动 也相继取消了她的参与资格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态 许多人纷纷表示感慨 有网友认为 如果杨颖没有跟黄晓明离婚 或许在婚姻关系的稳定 和黄晓明的关心下 她不会做出这样的冒险行为 也有网友猜测 如果是黄晓明在身边 可能会以长远的眼光劝阻她 或者千方百计地 将她从可能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杨颖曾经是娱乐圈的佼佼者 事业和形象一度风光无限 然而 如今的困境让人不禁令人唏嘘 然而 另一方面 黄晓明却在与新欢夜科 一起度过了一段蜜月时光 近日 媒体曝光了两人私会的画面 黄晓明与夜科 分别返回了他们的别墅 过了几天 这对新欢再次一同出国旅游 机场现身的他们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机场 两人分别走出 等待安检时 夜科走到黄晓明身边 二人一同走向登机口 这样的画面与杨颖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人感叹其人生轨迹的巨大反差 黄晓明生日时的现身机场似乎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但却展现出他与夜科之间的亲密关系 两人共度的蜜月旅行更是增添了许多甜蜜的画面 相比之下 杨颖的生活境况显得相当不尽如人意 同时 有网友爆料称 baby加了前夫现任女友的微信 拿小号加的 所以前夫跟对方复合 他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对方没少在朋友圈里炫耀 如果这则爆料属实 那么杨颖的心情恐怕更加心碎了一些 毕竟眼看前夫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自己却深陷一片混乱之中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然而 这些关于杨颖的爆料都是道听途说 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因此 大家在看待这些信息时要保持理性 不可轻信 无论杨颖目前面临多大的困境 他毕竟是一个拥有丰富经验和实力的艺人 重新崛起并非不可能之事 事业的起伏 和个人生活的曲折 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 杨颖也不例外 他或许正在通过这段低谷 寻找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 他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 而非过度地揣测和批评 相信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 未来定会迎来新的光辉 2015年10月8日 黄晓明送了 Angela Baby 杨颖 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 据悉半个娱乐圈的明星 都到现场 亲自为他们送祝福 当时到现场的宾客 再加上工作人员 大约有2000多人 黄晓明与Angela Baby的婚礼 算得上是娱乐圈最为震撼的了 如此大费周章 为的不就是Angela Baby吗 两人的婚礼被称为AH 并不是HA 黄晓明对此表示 后者看起来不是很严肃 因为这段婚姻 他们都是十分认真的 Angela Baby的婚纱 价值不菲 是由迪奥特意为其定制 从制作到成品 工匠们用了上千个小时 用了七层薄纱衬裙 35米欧根纱 Angela Baby头上的皇冠 腰间佩戴的胸针 都是西式珍宝 那两件都是古董 黄晓明送了Angela Baby三枚戒指 每一款都是他亲自参与设计的 为了让Angela Baby满意 三枚戒指就修改了上百次 婚宴开了72桌 黄晓明特意在全国各地 调了上百名厨师 为他们的婚礼做充足的准备 这场婚礼保守估计花费了两亿 婚礼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黄晓明精心为Angela Baby准备的 当晚 在众多明星的瞩目下 黄晓明对Angela Baby在台上深情告白 可这段如此浩大的婚姻 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走到白头 两人的感情仅仅维持了不到七年的时间 就宣布分道扬镳了 自此沦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外乎三点原因 第一 不对等的爱 有些相遇本就是一场误会 本是两条平行线 却让彼此相交 2009年 黄晓明早已成了炙手可热的顶流男星 而Baby只是一个在十八线以外摸爬滚打的时尚模特 黄晓明的优秀 不仅体现在他的演技上 更体现在他的商业价值上 早在2008年 31岁的他 成了Gucci的首位代言人 还成为身价上亿的富豪 他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占据了第十六的位置 他在三十二历时就收获了名利 成为人生赢家的黄晓明 从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妻子 还在底层不停地做抗争 努力往上攀爬 那年 黄晓明31岁 Baby才19岁 Baby在邂逅黄晓明 之前 他一直都是一名模特 在模特界摸爬滚打了五年的时间 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曾客串的破事 还主持了我是模特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便是 他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中 当过舞蹈演员 从2003年进入模特界 到2007年 中间有四年的空窗期 Baby的事业 并不像黄晓明一般顺风顺水 甚至有些坎坷 2009年 机缘巧合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常被媒体拍到在一起的照片 但两人都没有承认这段关系 事业不对等的两人 在无数人眼里 两人不过是玩玩而已 第二 他们并不是双向奔赴 黄晓明说过 我把你宠坏了 别人就抢不走你了 黄晓明爱的是 Baby的善良女单纯 她在外界就像是女汉子一般 但在她这里 她永远都是柔弱的小女子 婚后的黄晓明 对Baby是十分宠爱的 自从娶了她 她的眼里再也容不下任何一个人 他们会携手去宴席 黄晓明会亲自为妻子包好虾 并且直接喂给了Baby 那时的他们 眼神都充满了爱意 在黄晓明这里 Andra Baby是她最后的底线 她能让自己受了委屈 也不会委屈了Baby 她对Baby是很宠爱的 爱是互相复出 磨合 成全的过程 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复出 削平了自己的棱角 只会助长另一半锐利的锋芒 2017年1月 Baby为黄晓明生下了一个儿子 过了4个月 Baby就果断选择了复出 能看得出来 她对事业是有野心的 尤其是在奔跑吧 兄弟中的女嘉宾位置 万一丢失了 她积攒多年的人员 又该如何去寻找 Baby也成了综艺里的拼命三娘 其实彼时的Baby 早也不是当初那位柔弱的小女子了 她对名利的欲望与期待是很高的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黄晓明在为她牵线搭桥 替她承受了很多压力 黄晓明公开表示过 自己想要再要个女儿 但Baby对生女儿这一话题 只字不提 就连生女儿 也成了Baby说算的事情 这段婚姻从刚开始的男强女弱 到后面的女强男弱 仿佛发生了天壤之别 就好像她从来都没有爱过一样 最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 可这段低到尘埃的婚姻 只会长满了刺 不停地刺痛着一位付出的那个人 到头来不过是遍体鳞伤 第三 离婚不过是早晚的事 分手不是她黄晓明的意思 她是单纯的人 分手也看得出来 是那个女生追她的 这是黄晓明的前女友李菲儿 当初分手后 对黄晓明的评价 当初 黄晓明不知什么时候 与李菲儿分的手 所以Baby就背锅成了众人口中的小三 李菲儿还爆出了当年Baby 给黄晓明发的短信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答复 我要的是一个男朋友 不是sex partner 但就在去年 李菲儿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恰好主持人是黄晓明 这也是他们分手后的首次同台 李菲儿与黄晓明的同台 直接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也提及了当年Baby插足的事情 彼时的Baby也发过文为自己澄清 可他字里行间 对黄晓明的称呼 早已从老公换成了黄先生 两人之间也多了几分陌生感 无论事实如何 只有三位当事人心知肚明 其他人不过都是逢场做戏吧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毕竟生活还要向前看 事实证明 两个人中有一个不爱了 离婚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从2022年1月28日 公开离婚到现在 也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黄晓明离开Baby后 与结婚前的他 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离婚后的黄晓明 也受到了不少打击 他撇开外界的种种议论 管理好自己的身材 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了事业上 但在前不久 有网友表示 黄晓明与叶柯传出了绯闻 叶柯是一名网红 而且两人在社交平台上 也晒出了很多相似的地方 又是做同款冰敦敦汤圆 又是扒出两人同一节点 在同一酒店 至于这件事的可信度 的确是有迹可循的 但两人对此事都没有谈及 以至于前几天 叶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其实很早就恢复单身了 曾拥有最好的爱情 现在转化成最好的友情与亲情 很多话在心里 懂的人会懂 后来有网友细心地发现 叶柯的社交平台 还是将那两条动态删除了 似乎像是在遮掩什么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件事却吸引了不少网友们的目光 甚至找到了叶柯的照片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 都是很不错的 面对黄晓明的恋情 网友们还是鼎力支持的 因为他在前一段婚姻中 付出了那么多 也希望他能找到 愿意为他付出的另一半 而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至于baby离开了黄晓明 他的生活仿佛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总之没有与黄晓明在一起时 那么顺风顺水 没有了丈夫的鼎力支持 再加上演技不成熟 仅靠美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更别提八千万的片酬了 baby对事业是有野心的 但光有野心也不行 因为野心也一定要配得上能力 否则什么都百搭 说到底 生活是自己的 做死也怪不得别人 离婚后分道扬镳 他们两人之间唯一的牵连 也就剩下儿子小海绵了 走到如今这步 也不会回头了 有时 拥有并不一定合适彼此 不如趁早分开 相忘于江湖